民眾在機場免稅店挑選煙品 出入境趁機購買或親友委託 代買一人限購一條 但近日行政院跨部會工作小組 召開會議 打算修改規定 比照香港標準 最多只能帶19支煙入境 從過去一條煙200支 打幅縮水到19支 連一包的數量都不到 買19支 那乾脆戒煙算了 當然是不合理 因為現在健康券又抽得那麼高 然後又不許人家出國 去帶免稅的香煙回來 所以我是覺得有點太嚴苛了 目前免稅煙入境標準 香港澳門限定19支煙 而泰國則是200支 至於新加坡完全不准帶煙 未來台灣只能帶19支煙 勢必讓消費者分煙手忙腳亂 或是先必須抽完一支 才能過海關 算是不用做生意 電觀光嘛 真的啊 電珠那麼貴 怎麼賣 店家酬雲產物 機場煙酒免稅店 一年租金高達2000萬 煙是主要輸入 如果販售瑞減將衝擊營收 但執行方向將朝向19支煙 幾乎已經確定 國健署也已經將這個案子 列入最終事項 將積極的敦促此案上路 記者黃祝華李懿玄桃園報導 下集報導 字幕提供